那我觉得日本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 这里是一个我觉得人民都非常的亲切友善 而且非常有秩序有礼貌 所以会让即使是从别的国家来的 即使是语言不通 即使是你第一次来 你还是会觉得让你觉得非常的放松 这边非常的友好 然后这次来呢 这次来跟过去一些私人自己来的 这个情况不太一样 这次我是因为工作来了 我有带了两部我自己的电影的作品 来参加这个中国电影周 那这两部作品呢 都是比较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作品 一个是寻找刘三姐 那刘三姐呢 在中国是中国广西的一个传说中的歌仙 他非常会唱歌 那在这部电影里面呢 我饰演一个在国外长大的学音乐的学生 那爷爷因为是广西人 所以他希望我能够回到故乡去 更多了解自己的文化 那回来以后就发生了一些 一些美丽的误会 到最后呢 跟这个导游小姐产生了一些感情 是一部爱情的清洗剧 那与此同时呢 电影里面也介绍了很多 属于广西台特殊 拥有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 还有广西特别好看的这个 山水风光 对 所以这部片 其实还蛮推荐的 很好看的 那另外一部呢 就叫做康定情歌 康定情歌在中国说起来是一个 每个人从小就会唱的一个 算是民谣吧 对 是一个在 康定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 呃 藏族和汉族交汇的一个 一个自治州 一个地方 那 在这部电影里面呢 其实我们也是讲述了一个 很跨六十年的爱情故事 在里面我饰演一个 汉族的这个 算是 志愿者吧 对 在六十年前的一个知识分子 那到了这个 到了康定这一带去 人去修这个川藏公路 结果认识了一位当时藏族的农奴 然后把他解放之后 两个人有了一些 有了爱情的火花 可是后来因为一些时代的变迁 这段爱情呢 六十年都没有办法开花结果 也是一个很感人的爱情故事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两部电影